We are DGA from Taiwan 由国客会领军近百家新创台湾队 将前往明年的美国国际消费电子展 深层式人工智慧浪潮来袭 预期AI走入消费性电子产品 将成为今年的展览重点 让更多投资人可以接触到我们的团队 那另外其实在这次几个展场 我们观察像这种AI相关的应用 包括像这个零售业者 像这次Walmart也有在做一些Kino 我们期待我们的团队能够跟这些大厂 更多的接触跟合作 国客会表示团队当中近三成是 人工智慧与机器人领域业者 其他则包含数位医疗 智慧城市与环境永续领域等 而AI实际应用解决方案 台湾科技公司打造大巨蛋 商场 医院等大场域 可以快速识别人物系统 这套系统是不需要注册人员的 这套系统它的重点就是 帮你要去找一个人 不管用人脸或是人形的方法 现场你有100支摄影机 或者是500支摄影机 都是秒级 在几秒钟之内 我们就可以立刻标记出来说 这个人他过去行进的地方 利用就是我们的物化科技 再结合光动力美容 还有检测的一些 深入数据的一个科技 整合在一支小小的 一个Total solution的美容笔 不仅是到CES 秀出台湾新创实力 国客会也将在当地 举办国际研讨会 邀请半导体领域知名专家学者 进行交流 把精创台湾方案 介绍给国际人士 未来十年投入3000亿的新台币 那这个不只是所谓的半导体 半导体当成一个core 那半导体不会只有硬体 而是软体会在里面 要吸引全世界的top brain 来到台湾 跟大家一起来合作 国客会第七度率领台湾队 到美国CES 呈现台湾科技产业的软硬实力 新唐人也在电视 陈慧摩在新闽台湾台北报道 想着我们一起新唐人 中文字幕里面 平行